准时收看 古奇一行者的投资朋友 千万不要忘了 举起你的手指头点三下 第一下给老师按个赞 第二下分享给你身边的投资朋友 第三下按下订阅追踪我的影音频道 行情变化万千 跟着我觉慎谈指之间 欢迎收看古奇一行指 我是专业期权分析师邱玉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台子期的收盘表现 台子今天下跌122点来开出 最低点出现在早上的9点59分 来到23702 那么最高点呢 出现在今天收盘的时候 来到24014 整个震荡区间总共是312点 那么现货的成交量 则是来到了5130亿 比昨天来的少一点 那么今天老师下的标题是什么呢 叫做顾忌重施 各位投资朋友 为什么今天老师下这么一个标题 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联准会主席鲍尔 在听证会的发言 再度提高了9月降息的几率 昨天晚上美国股市是互有涨跌 不过台子却是延续夜盘的走势 开盘就下跌了100多点 那么各位投资朋友 还记得昨天的行情吗 昨天指数在盘中击杀了将近500点 而且是用非常快的速度 那么盘中击杀之后 但是最后却是能够惊险地守住 这个23753的关键价 这就表示整个技术面 仍然是怎么样 维持着一个多头排列 那么今天又再度的顾忌重施 昨天是半小时杀了500点 今天幅度稍微短一点 今天是20分钟杀了150点 那么这两天的行情 为什么会这么洗 我想有些朋友会认为 这是代表整个筹码 已经出现不稳 或是有松动的迹象 但是老师个人认为 这两天的洗盘 基本上是在代替原本应该出现的 一个波段回档 这就表示 用盘中震荡洗盘的方式 代替回档 我认为在下个礼拜三 台子期结算之前 还有机会再往上走一段 那么虽然整个技术形态 仍然是偏向多方 可是今天早上在开盘的当下 盘势却没有想象中这么强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透过老师的看盘口诀 稳盘靠现货公式看期货 今天早上其实开盘的当下 旗子涨得比台子还要来 旗子涨得比大盘还要来得少 而且整个电子的跌幅 是领先台子也领先金融期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公式看期货 而且是电子疲软的情况之下 就表示今天是一个空方空盘的格局 所以在开盘的当下 绝对不能追高 反倒是因为整个技术面仍然维持多头排列 我们应该在拉回的时候 来寻找买点 那么老师绝对不是事后诸葛亮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 给会员朋友的一个提醒 在今天早上9点07分 当大盘开盘短短的7分钟之内 老师透过台子前5分钟的成交量 大盘第一分钟的成交量 期货跟现货之间价差的变化 还有老师操作的经验 给会员朋友第一手的分析 我们来看到 今天台子前5分钟是成交了2800多口 延续这两天都是同样的状况 开盘的时候 台子成交量都是偏低 是低于5日均量 可是在现货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这几天 现货开盘的量人 都是相对是比较大 大于5日均量 所以台子量低 大盘量增 成交量未同步 还原今天雏形影响点数 大概是6点 把它加回去之后 今天早盘 现货的跌幅是领先台子 而电子的跌幅是领先台子跟金融 显示今天是一个空方空盘的结构 不过在多方形态没有改变之前 拉回可留意买点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能够在每天早上开盘时候 马上掌握到今天整个盘式结构 当行前来的时候 自然你就能够做出一个最好的准备 我们再来看到 除了早上在9点07分 给的第一手报告之外 当9点20分左右 有越来越多的资讯进来 我还会整理一个更详细的看盘关键 给投资朋友来做参考 首先第一个 美股对鲍尔发言反应平淡 倒穷小跌 但是NASA跟标普500收红 那么第二个 下方具有缺口级月线的支撑 技术面偏多 回档空间有限 那么第三个 外资级自行商连续三天的卖超 台子齐全进步位偏空调节 那么第四个 找盘结构偏向空方 短线能有修正的空间 要留意盘中的震荡 我们来看一下结论的部分 这个短线空方能有回档的压力 不过下方具有长红棒的中线 缺口以及月线总共三道的支撑 短线拉回容易出现技术性的反弹 要特别留意 各位同志朋友 如果在每天早上9点20分左右 你也能够收到我替会员所准备的这些资料 我相信你就能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充分掌握盘面上所有的多空重点 包含了技术面 包含了筹码面 包含全球股市的涨跌 通通都在里面 不用像过去一样 有多单的人只看利多 只看多头老师的节目 每天都是买点 天天都是起涨点 也不要因为你手上有空单 就不断地去放大一些利空的消息 从现在开始你不需要成为我的会员 你只要拿出你的手机 打开你的LINE加入我的ID 我的ID是小老鼠SS168 小老鼠SS168 只要加入我的LINE 就算你现在还不是我的会员 留下你的联络电话 或是直接打电话进来 助理就会来帮你做设定 早上的时间就能跟会员 同步接收到我的资讯 不管你是想做多还是想放空 只要了解到整个盘式结构 自然就能够趋吉避凶 更重要的是 这些资讯完全免费 也可以扫描上面的QR Code 直接订阅我的频道 找最新的解盘影片 最新的教学影片 都能够得到第一手的推播 我们再来看到 道琼指数的部分 各位投资朋友 昨天联准会主席鲍尔 他在听证会的内容 大概是这样讲的 他说高利率维持太久 对整个市场的经济 并不是非常好 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快速 要展开降息的急迫性 所以7月份并不会降息 可是9月份降息的几率 现在在市场上已经来到了7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对利率比较不敏感的道琼指数 仍然是维持着一个横向整理的格局 可是相对的 对利率比较敏感的 譬如说S&P500 甚至可以看到 像NASA的指数都一样 在昨天虽然涨幅不大 但盘中仍然是创新高 而且这一段行情上来 基本上都是出现所谓的红K棒 就表示目前整个盘面上的结构 还是属于一个多方控盘的情况 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到 在我们加权指数的部分 在加权指数 昨天大幅震荡 量能出现一个放大的情况 但是并没有到达所谓爆量的这种情形 那么今天行情开低走高 量能看起来好像并不是很足够 但是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所谓的价量背离 因为你看看 从过去这20个交易率来看 里面只有两天是收黑K 其他18个交易率都是收了所谓的红棒 为什么收红棒 就代表收盘价高于开盘价 虽然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整个技术面来讲 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多方控盘的结构 那么从技术面来说 它仍然是属于一个盘间的形态 那么往上走的过程里面 大家一定要记得 在往上走的过程 并不一定要出现量能 出现增加的情况 为什么呢 其实如果你是在底部要往上突破 量能放大这是必要的 但如果你上面已经创高的过程里面 量能没有放大 有时候反而代表是什么 上面的卖压并不大 有助于行情持续的往上来做挺进 所以现在指数在创高的过程里面 量能其实并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所谓的背离的情况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台子期的部分 台子呢现在月线啊已经来到了23069 大家一定要记得 月线是判断短线多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那么呢从过去啊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啊 台子期都没有来回测月线 都离月线有一段距离就表示啊 这个时候还是一个相对强势的结构 那么另外呢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地方 昨天我们特别讲到 短线上我们有个下档的重要支撑 就是呢前天长红棒的二分之一 昨天行情大幅震荡 如果它没有守在这个关键的中线位置啊 整个技术面就有出现转弱的疑虑 那么好在昨天你可以看到 最后收了下引线 那么这个关键价中线点在哪里 各位就是在23753 那么呢今天盘中我们可以看到啊 开在附近之后 其实也是在这个地方踩了刹车 再往上出现反弹 所以呢整个技术面来讲 它是维持着一个多方的结构 而且呢除了最近的一道支撑 23753之外 各位可以看到 这里是不是还有一个跳空缺口 除了跳空缺口之外 这里还有一个所谓的月线的支撑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想做空的投资朋友 真的要特别小心 老实说啊并不是不能做空 今天做当冲 其实多空都有机会 可是如果你是要做长线 你想要能够空在相对高点的话 现在并不是一个好的时机点 因为呢除了最短线的支撑 没有被跌破之外 下方的缺口跟上扬的月线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每一次回档 非常强大的一个支撑力道 那么呢除了技术面 仍然维持着多头排列之外 我们来看一下在未平仓量的部分 昨天在拉回的过程里面 未平仓量出现了一个下滑的情况 那么呢今天盘后的数据 我们来分享一下 从前天的85253 这是创下了6月多以来的最高的未平仓量 那么接下来昨天是在83035下跌的幅度 比较明显 那么今天收红棒之后 行情上涨又来到了83357 小幅度的增加 我们说过台子的未平仓量 并不是代表多空方向 它是一个中性的数据 但是如果当行情往同一个方向前进的时候 未平仓量就好像是燃料一样 行情往上走这个燃料油料是越加越大 代表它会往同一个方向前进 如果按照过去几次啊 你可以发现在收黑的过程里面 未平仓量都是出现什么下滑的情况 可是在收红棒的过程里面 未平仓量都是出现增加 就表示在上涨的过程里面 很多人想要去做空 就是呢看不得它往上走 可是在这种整个未平仓量的表现 可以看得出来 整个筹码的动能 还是对多方有利 而且呢还是逐渐的维持在一个高档 而且逐渐的在增加 所以从技术形态来看 它并不是一个反转的一个迹象 泳城国际头部 秉持诚信 专业 客户至上 领先掌握市场先机 阵容坚强的知名分析师 一流的研究团队 专业扎实的研究分析 为会员创造一流的绩效 成就市场一流的口碑 泳城国际头部 拥有完善制度 顶尽一软体设备 国际投资准确性及时效性 用心对待每一位会员 提供精辟独到的投资建议 我们是您永远的依靠 我们是您投资的不二选择 泳城国际头部 用诚信专业创造绩效 一通电话财富翻倍 一通电话兴旺无限 泳城国际头部 入会专线 02-2563-9777 02-2563-9777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其实操作就像打棒球一样 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 在金融市场不管做股票 还是做指数 都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可是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其实大部分来讲 都是赔的比较多 赚的比较少 为什么是不是有这种状况呢 其实不管做指数 还是做个股都一样 大家往往都是看长做短 或是就像有时候 大家都认为 这里不见得是高点 但是看它往上涨 就忍不住 想要去给它空一下 所以看多做空 看长做短的是一大堆 可是我们就知道 在市场上 其实跟打棒球一样 全力打完 就像是你要做拨断单 你追求的是长打 可是安打王 他追求的是 所谓的胜率 所谓的上累率 两个人上场的时候 想的是不一样 所以绝对啊 产生的结果也是不一样 所以不能够想要打全力打 又想打这个短程的安打 所以你不能够看长做短 看短做长 那么呢 甚至啊 有些状况是这样子 你明明想要做拨断单 可是呢 当你稍微赚到的时候 你就很担心 接下来赚钱变赔钱 所以呢 马上就变当冲 那么呢 你本来想做当冲啊 但是呢 这时候 感觉上好像亏损套住了 就想要看一下 明天有没有机会解套 因为大家都不想要 平仓的时候 出现一个负数 所以呢 这个时候就违背了你当初 进场所设定的条件 所以呢 往往到最后 你会啊 做长不长 做短不短 这才是大家亏损的一个 最重要的原因 所以最好的方式 我认为 就是透过软体来做协助 像老师的千里眼 拨断策略系统 是老师啊 这20多年来的实战经验 所转化成将近100只的指标 我常常跟大家讲 所谓的指标 每一个指标都有它不同的特性 绝对没有一个指标 能够拨断单也赚 盘整单也赚 回档也赚 大涨也赚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你必须要有多策略 才能够因应所有盘式不一样的变化 而且这样子长期的绩效 才能够更加的稳定 更重要的是 这些策略你必须要随时随地的来做调整 才能够保持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不管是券商还是期货商 自营部有非常多的高手 这些高手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要来帮这些软体来调整参数 如果你只是放一套软体 让它自己跑就会赚钱 各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你如果买软体回去自己做 你对软体失去的信心 我告诉你 不是软体的问题 而是软体要随时来做调整 才能够保持一个最佳的战力 老师的策略最大的优势是 随时随地都在做调整 所以长期的绩效 会比一般的软体更加的稳定 我们就来看到 像这一次7月的台指 我们可以发现 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在哪里 第一个 前面这个横盘的走势 这对波段来讲是所谓的天堂路 就是非常难走 但是你如果能够顺利的度过这一段 接下来行情才有机会能够赚到 如果这个地方你没有控制好风险 当行情来的时候 基本上你已经跟不下去了 所以在这种过程里面 你可以看到 在盘整的过程里面 我们大概就是一支策略 流仓而已 非常非常的保守 可是当行情开始出现 我们就顺势来做加码 那么重点在上一次 昨天这个盘中大幅回挡的情况 我们来看 在7月9号就是昨天 开盘9点21分 23995的地方 我们再加码做多一笔 可是当行情拉回的过程 你可以看到 9点49分 我们就出现一个出场的动作 23883 那么另外呢 在10点06分 23647再度做多单的减码 所以我们的 虽然老师的确是看涨 但是绝对不会抱着自己的部位不动 当行情拉回的过程里面 我们同样要来替投资朋友来控制风险 这样子才能够保持一个 最佳稳定的一个操作的绩效 我们就来看到 最近整个绩效出现什么的变化 在第一个交易日 我们替会员创造了正346点 那么在第11个交易日 来到1660点 那么第12个交易日 来到1266点 那么在前天 来到了2406点 那么昨天大幅拉回的情况之下 虽然回吐掉部分的一个获利 只剩下1762点 但是呢 老师啊可以告诉大家 这1762点都是扎扎实实 放在会员的口袋里面 所以呢虽然行情有上下震荡 但是我们的策略 因为有多策略 所以呢可以随时来做一个策略的调整 即使行情大幅拉回 也不用担心啊赚钱变赔钱 所以呢透过软体的协助 加上老师操作的一个技巧跟经验 所以长时间下来 都能够替会员创造一个非常稳定的获利 我们就来看到 其实在去年啊 去年下半年的时候 行情上上下下 而且波动非常的窄 那么呢 每天啊震荡可能只有100多点 所以并不好做 在去年下半年6个月里面 我们有3个月赚钱 3个月赔钱 但是总结下来 还是创造了1064点的获利 1064点相当于新台币20万 那么呢 我们再看一下上半年 其实上半年最大的一波行情 就是在6月份 各位 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 非常漂亮的一个上涨的波段 单月份我们就创造了 超过5000点的价差 那么总结下来 在2023年 全年是替会员创造了8756点 所以呢 总结 在去年我相信啊 时间已经过了非常久 但是大家回想一下 去年的行情 其实并不好做 但是我们的波段单 仍然有相当亮眼的绩效 可是呢 老师在今年开始的时候 特别强调 我说今年的行情 会比去年来的好做 你可以看到 是不是呢 都是维持着一个多头走势 中间虽然有拉回 但是还是能够快速的站回月线 在这种情况之下 做股票 大家各显神通 可是做指数 只要趋势被我们抓到 你可以看到 除了在1月份啊 过年的时间出现了 -728点 在2月份 3月份 4月份 5月份 6月份 到今年的7月份啊 连续5个月 都是属于一个正报酬的绩效 我们就来看到 在2024上半年1到6月 已经替会员创造了8632点 是不是已经跟去年全年度差不多 如果再加上今年7月份 还没有跑完的时候 我们已经来到10394点 相当于新南币超过200万 那么各位同学朋友 不用担心 今天呢 不管你是50万 500万还是1000万 我们都可以来量身定做 都可以按照你的资金大小 来规划我们操作的一个部位 最重要的是 你一定要能够抓住整个波段 即使我相信很多人 都是一样跟老师看涨 但是如果没有软体的协助 各位不要骗人 你绝对抱不住 稍微一个震荡 你就被洗出场 但是你透过老师的波段策略 你就有机会 在这5个月里面 赚到超过1万点的价差 所以各位我认为 行情还没有走完 不要忘记了 下半年联准会要展开降息的动作 我说过 在过去20多年来 只要联准会降息 行情都是大跌作收 所以做我们指数的波段单 不仅仅是在多头的时候可以赚钱 在转空的过程里面 你可以赚得更快赚得更多 那么另外呢 老师今天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个股期操作的一个部分 那么我相信 做股票的人大家都有个感觉 当利多消息出来之后 通常股价会开高 这时候到底该不该进场 就怕行情是开高走低 所以当强势股开高之后 大家其实是充满犹豫的 这个时候其实老师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好的方法 你担心行情回档 你可以找到相同类股的股票 做一个动作就是买强空弱 买进强势股放空弱势股 因为当一个族群他对同样一个消息反应都是有大有小 那么强势股强者很强弱者很弱 透过这个方式你可以达到所谓避险的效果 甚至用个股期所谓杠杆的效果 甚至呢你可以赚到超过一根涨停板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所操作的案例 你可以看到今天中心店开盘的时候就有利多 所以行情开高之后一路的往上攻 在这过程里面没有人知道他最后会说涨停板 这时候怎么办很简单 开盘的时候你大胆的进场做多中心店期货 那么呢相对的今天大同开的比较低 你就放空大同的期货 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最后的结果 这个呢上面这个是中心店的一个走势橘色的 下面呢是大同的走势 你可以看到两个开盘的时候强弱 其实差别非常非常的大 那么呢你这样做之后啊 各位我们只要抓5%的价差就好 5%的价差在哪时候出现 在今天早上10点05分 两边啊从开盘的时候做多 这边开盘的时候放空 这个时候两边的价差达到5% 这时候你把它平仓掉 我们来算一下 你做多中心店是一口 那么做空大同是四口 因为啊我们用它的成交价来计算 一定要达到1比1的一个相同的比例 那么全部的保证金只要多少 11万8千块 可是呢这过程里面 我们来算一下损益的部分 在中心店啊你总共是赚了29000块 大同呢期货你是亏了5600块 所以总结下来你是赚了多少 24000块 把24000块除以今天的保证金 各位投资朋友 你今天赚到的将近是两根涨停板 所以呢透过这种方式 你不用担心买强势股行情反转 因为呢可以透过买强空落的方式啊 可以达到避险的效果 而且透过个股旗啊这个杠杆的方法 保证金的方式啊 其实呢这边呢总共保证金大概只要27%而已 所以呢即使中间只有5%的价差 你事实上已经赚到了两根涨停板 这就是为什么市场上越来越多的高手啊 都加入了个股期的操作 但是呢做个股期还是有技巧的 老师今天特别跟大家分享 我们的操作的方式 买强空落 在每一天的行情里面 不管利多利空我们都不怕 我们说过我们做的是交易 赚的是价差 利用买强空落的方式 其实每天都有相当多的一个操作的机会 想要当赢家就要找专家 市场上大部分的老师都在讲股票 做指数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如果你想要做指数 比别人找到更好的切入点位 得到更多专业的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 行情妙万千决胜就在弹子之间 让我用最专的方式 带你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市场一直都在 行情天天都有 只要保持对交易的热情 找对老师用对方法 你就能够反败为胜 最后老师祝大家 天天做期货 天天有收获 我们下次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中规期货 中规期货 中规期 产生 中规期货 转发 中规期货 感谢观看